今本经约 佛在这部经上书 法藏比丘一向专治 庄严妙徒 庄严仲仙 这两句话要真正把它记住 我们要努力来学习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一心一意 庄严妙徒 怎么庄严法 真心 相信 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我们法云也往生 就是庄严 一心专念 佛的名号 就是庄严 名号 是万得 成就的 念这句佛号 就是万得 庄严 一样都不缺 师尊 在经上讲的 师父 一切诸佛如来 都称赞 都劝导我们 这个事情 不是假的 师尊 在灭度之情 阿南尊哲 向师尊请教 佛在世 我们有师尊 可以依靠 有疑问 可以请师尊 帮我们 断一身心 佛不在了 我们依靠谁 二 师尊为我们说 四一法 我们要记住 现在这个时代 王后在念你 写思受法 如恒或杀 都来了 你听谁 这个四一法的标准 就比什么都重要了 第一个 一法不一人 法是今天 从印度穿过来的 历代高僧 把它翻成中文 翻得没有错 一定要有信心 我们初学佛的时候 对于翻译 又怀疑 为什么 一篇普通的古文 翻成白话文 舍个人翻 舍个样子 原来的意思 是不是真正能翻出来 不可以完全 完全翻出来 不可能 要看翻译的人的程度 要看翻译人 语言的能力 他前身不一样 怎么能不交人 怎么能不交人 怀疑呢 李老师告诉我 中国人 祖宗有德了 把后人都交好了 人人都懂得 能理到的 不但懂得 能遵守 能落实 能做到 这个是 德行的感应 感得佛菩萨 世心在中国 以出家 或者在家居士的身份 来做翻译的工作 他不是凡人 所以翻译的今天 意思 决定证据 甚至于老师告诉我 参加一场工作的 翻译工作的人 至少都是三国以上 三国在小城 是阿纳汉 在大臣 是六姓位的菩萨 华严经上 十姓里头 六姓位的菩萨 七姓是阿罗汉 这些人 怎么会犯错 所以你会念 要照顾 小鹏 没有 想 我 感谢观看